我听家长反应啊 咱们有些同学回家就玩手机 作业都不写啊 怎么看的啊老师 你看我们多乖啊 对老师 我们平时都不玩手机的 对老师 我们一回家就写作业 一写就写到生意 是吗 我同学 我听二班的游高说 你们一放学 就一起吃鸡啊 哦 游高这个大字 学什么大我卖吧 那我问你们 你们没有把手机 带到学校里边啊 当然没有老师 那既然这样 那老师也帮不了你们 哦 为什么呀老师啊 刚接到学校通知啊 也要考试 嗯 这怎么又考试啊 能不能提前通知呢 这次考试啊很简单 就是根据你们的手机电量 来决定的 哦 你们手机有多少电 你们就有多少分 还有这么好的事啊 哎呀 我记得我手机没带啊 哎呀 怎么在口袋里呢 哎呀老师你看 我有百分之百的电啊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说怎么这么个脚呢 我手机啊 在鞋里 哎呀 嗯 老师 我还有百分之八十 哇 老师啊 我真没带手机 那我这本考试就零分了 哇 嗯 嗯 这次阿狗同学非常好啊 好汉同学也非常好啊 好了啊 这次考试的奖励呢 就是让你们的家长下午来办公室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老师啊 嗯 你不是说你们没带手机吗 啊 小样 还治不了你们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欢迎关注董言 我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 嗯 嗯